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瞳 今天是2021年3月5号星期五 我们今天的大盘是不是来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变化 等等我会稍微分析一下给你听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忘了告诉各位一件事 就是我在昨天已经有整理一份资料出来 这份资料在今天中午12点都有送到很多昨天打电话进来的人的手上 那因为我在广播节目里面有讲 我在这个地方忘了讲了 所以我今天也补偿各位一下 你们看一下金流送财红包股 那么这个红包股都是党党后面都有一段的涨幅 我都把你资料整理出来了 咨询专线02-6630-321 这份资料是免费索取的 你们不要认为说要花钱 不会不会 而是盘跌下来 你要把握时机进场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你们不要认为说盘一跌下来 又要去放空 又要去停损 现在市场上一堆的阿呆在杀股票 那你今天早上杀股票的 你是不是到收盘的时候就能傻眼呢 好了 所以我说今天有这份资料 免费赠送给各位 那再看一下 金流送财红包股 那咨询专线02-6630-321 都看到了啊 你如果不方便打电话 你要用留表单的方式 也可以索取 今天呢在讲盘前 先告诉各位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我想最近市场上 大家都有注意到了 就是国际上糖 植物油带动涨势 全球粮价创六年新高 都看到了这句话 这个大标记都看到了啊 那你现在看 昨天我们台湾呢 还公布了一个讯息 连豆腐都要涨价 豆腐都公开讲了 要涨10-15% 因为每个豆腐的产品不一样 这不能讲一定的 那所以你看呢 连豆腐都涨价了 那豆浆以后也一定会涨价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国际原物料在涨价 那你看啊 路透社报导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四日公布全球粮食价格概况 二月份食品价格指数 平均为116点 创下2014年7月以来的新高 看到了没有啊 那在这里 我们就必须再给你看个前提啊 主要是受到主要生产国产量下降的影响 唐价指数较1月份上涨6.4% 加上亚洲强劲进口需求 引发人们对全球供应链趋势 趋紧的担忧 这里的亚洲是指哪里 就是指中国大陆啦 你说中南半岛的国家有缺粮食吗 不缺 泰国 越南他们本身就是粮食的输出国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嘛 王同给你个结论 油粮轮涨 大陆中共人口红利不在 在以前大陆的人民 那要讲20年前啊 20年前大陆的人民 大陆还是一个未开发的状态 人民都会吃苦卖劳 大家都要去那边找便宜的劳工 现在经过这段趋势以后 经过这段时间以后 大家生活都富裕了 有没有发现到 做工的人越来越少了 找不到工人啊 大家都想说我干嘛要去做工 而每个人都想去当南岭阶级 南岭阶级有那么好当吗 所以这就是趋势嘛 那这个趋势也就带动了 我们这个黄小玉原物料的上涨 同样的 油价也是一样会跟得上去 这都是一个联动性的产品 今天呢我稍微帮你做一个分析 简单的告诉各位一下 那么再来就看这个大盘 3月4号昨天下跌305点 我公开告诉你大盘超跌 16000以下均未买点 我到今天为止还是讲这句话给你听 并没有改变 那么再来你可以看 今天王瞳的盘讯 我直接看一下 让你看看王瞳的盘讯 到底什么叫神讯息 你看一下 大盘以下跌146点开出 今天盘是以超低盘开出后 还会下杀 低点在15630点附近 我下来都抓整数位 不会给你抓个位数 你看一下今天大盘低点在哪里 来给你看看 15636看到了没有 15636 然后会慢慢拉伸缩小跌幅 目前大盘以超跌 这个以是打错了 是已经的以 以超跌 在此一进不一出 或是各位要再观望一天也可 切勿杀低 今天会收黑 跌幅不会太多 看到了没有 近代亮说指吻 今天亮有没有说掉 有 亮已说了 指我的没有 指吻了 好 王瞳今天盘讯 这一通盘讯 已经把整个趋势 整个盘的情况都讲给你听了 就是问各位一下 低点抓到了没有 抓到了 走势抓到了没有 抓到了 盘指吻了没有 指吻了 你们要的就是要这样的讯息 这样的讯息才是你要的嘛 而不是每天告诉你 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 那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嘛 好了 今天的盘走到这个地步 我今天单纯从这里帮你分析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tick图 就是所谓的分时走势图 开低下来以后这样拉伸 每一段拉伸都有放量 每一段拉伸都有放量 反倒是下来的时候量就缩了 看到没有 一下来的时候量也缩了 沙盘量都没有了 尾盘轻轻一推就上去了 最后下跌51点 今天大盘刚开始 有一个很大的向下跳空缺口 今天当场回补 因为盘中曾经翻红过 所以这个盘叫什么 这个盘叫强势盘 那这个盘在干什么 来告诉你 强势进货盘 3月5号礼拜五强势进货盘 那我现在就要问各位嘛 昨天不是美股大跌吗 昨天我们的台积电 不是ADR跌了7%吗 王瞳昨天还公开在这里 讲台积电给你听 我说台积电昨天是进货盘 你们到今天早上一看到 哇王瞳错了 对 但是等他收盘的时候 王瞳又对了 好奇怪啊 每天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你这里看看台积电2330 我给你看一下 今天刚开始下跌 打到584 那收盘呢 又到600以上601收平盘 看到没有最高来到605台积电 看到了没有 你们不是要看美国的ADR吗 看台积电美国的ADR吗 来操作台湾的ADR台积电吗 这叫智障 你们不是很多人看美股做台股吗 真的叫智障 我讲的不知道多少遍啊 台股是领先全球的股市 结果你还要看美股做台股 你根本就是看不懂盘 这个盘你都看不懂 你还要去讲股票 还要来操作股票 那会跟你讲 那叫原木求鱼 迟早会请家荡产 你一定要先把盘看懂 才有办法去选股票 像是王瞳今天告诉你 给了你一份资料 现在盘跌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标的已经给你的 那标的给你的怎么办 打下来找买点 而不是打下来再去追杀 我现在公开告诉你 我帮你准备的资料 全部都是做多的 不是叫驴放空的 那么现在你会讲 下礼拜一的盘是如何 我就直接解给你看了 直接送给你了 送你四个字了 12月5号礼拜五 下个礼拜一 下周会如何 我给你四个字 看到没有 下周强谈 我讲得很清楚的 我讲盘从来没有模棱两可 也从来没有说 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前天涨上去 大家买进去 出现 昨天跌下来 大家先观望 这个盘还完蛋了 今天又下来了 完了完了赶快杀 得到尾盘又看不懂了 这很正常 因为市场上良又不齐 烂咖永远是烂咖 你如果喜欢去听江湖 术士的骗术 那我奉劝你赶快转台 因为你看不到真功夫真本事的人帮你解盘 人家就会跟你胡说八道 你看涨了没有 涨了 那你昨天讲的没有 没有 你的会员有没有 没有 那涨不涨关你什么事 王瞳常常讲这个道理给各位听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再来呢 我们在昨天 你看啊 昨天3月4号 恭贺各位 3272东朔 58.5元以顺利出托 获利露袋 我们买在53.5到52.8元 这是今年第23个红包 这是昨天发的红包 今天再给你看一下王瞳昨天的绩效 王瞳讲过了 我的绩效永远是给你看两天 我不会说像别人一样 哎呀 1月份什么 12月份什么 去年什么 前年什么 还有10年前什么 都拿出来讲 没有用的 你要的是未来 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吧 再来呢 今天的好股票你可以看得出来吗 3679给你看看 你看看它跌不跌 新资深 你看它跌不跌 3272我们虽然昨天卖掉了 你看看今天还是一样盘中差一点涨停 但是尾盘收下来 无所谓啊 只是告诉各位 王瞳帮你选的股票 后面都有一个大幅度的涨势 而不是每天就计较那个涨几块了 涨个涨停了 那个没有用了 那个你赚不到大钱的 反倒是每天在提心吊胆 那今天呢最后我还是要告诉各位啊 我们今天帮你准备好了一份资料 金流送财 红包股 那咨询专线026630321 你可以利用电话来索取 或者利用留表单的方式来索取 都可以 这份资料你拿到以后 也许你今天来不及拿 没有关系啊 今天12点以后啊 你来不及拿 这无所谓 你现在领 领回去以后啊 你在礼拜六礼拜天 你仔细的把王瞳告诉你的个股 你仔细的去看一遍 你自己从里面可以挑出三到五党的标的 就风低买进就好了 后面都有一个大波段的涨势给你 这就是王瞳可以帮助你的地方 同时告诉你 这个盘下周强盘 今天就帮你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我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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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